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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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了Angela 時 他的印象是甚麼呢? 他感覺到的印象和大陸是不同 因為大陸看到中國人 從這裡看到不同種族的人 說話又聽得到 不懂他們說話 很不同 他說第一個懂 給大陸好爹 讓他出來這裡 因為他可以穿一隻脈 他第一個想來美國 第一個想和漢夫和漢隊 能夠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因為美國那時候 大陸人覺得很嚮往 很想來美國 因為美國比較賺錢 比較容易 因為大陸中國很窮 所以他來到安德爾蘭 他為什麼要來 看見安德爾蘭 他一來就住一個地方 一進去就感覺好像 一開始坐牢的地方 一人去廁所 就一定要幾個人才去 那個廁所 很多人在這裡自殺 曼黑他就不太敢去 所以每天都在那裡 都有人哭 所以他感覺到 他一輩子在那裡是最艱苦的 他在安德爾蘭 他們問他這些問題 他最難的問題 讓他回答的是什麼 他最難的問題 就是問他 你現在如果簽證不通過 那你回去 你還不像以前一樣的生活 他反正很害怕 他就不知道怎麼說 他就不想一想 他就直接說 他說可能我回去 我的生活就改變了 因為我以前在家裡 就有些田 可能種加菜買 現在就回去 我就沒有了 因為我來那個時候 之前 我就是買了給別人 那他來美國 終於都過了安德爾蘭 他來到美國 他感覺什麼 他感覺很開心 因為他能夠留在這裡 很多種的工 都可以去做 大陸就不是 是家庭 家庭中取中取 又可以選擇 又可以自由 他最開心 他告訴我 就是用那些電單 因為大陸是用那些油燈 那些燈很小 放在一個桌子 差不多短短短的蠟燭 他就是用那些油這樣點 開始的時候 他說很難 就是不懂斜 在大陸沒有斜的衣服 他就去學斜的衣服 他敏仰世話 說我好開心 他放鬆心情 我輕鬆 因為男子 可以不可以 他現在真的很開心 但是他的心情 都是用男子 因為他在那些十七天 那些人 希望他們一樣 要順順利利 有辦法控制那個簽證 靠你二哥說 他的故事 要李安娜聽 然後靠你會怎樣說 你的家婆 什麼人 希望李安娜 明明都記住 她那些姑娘媽 是挺辛苦 才有這個 希望她對那些親人 好 都知道 照片 你 想要 有 你 想要 你 想要 你 想要 你 我的 我 想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